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次再说吧 我还得赶紧回去跟总统师汇报 他非常重视这次的事件 好 如果没有你们 这次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后果 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好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叔叔 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了吗 我在电脑前等了一天了 账上怎么一分钱都没减着 出了点问题 人质没有交换成功 我要他自己跑出来了 什么 跑出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那钱呢 钱也没有赚过去 但是叔叔 有件事我觉得特别奇怪 什么事 昆达想杀我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我 还有欧阳 我参与这件事的所有人 不会吧 这件事真的很蹊跷 我感觉他一拿到钱 就会杀掉我们 那个地方又骗 没有母亲者 警察也查不到凶手 对不起叔叔 我现在有点赖了 咱们回去再说吧 咱们回去再说吧 这我骨子低了 我也是怕的 你死了 钱都是我的 不可能 我的人只会给你一半 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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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枚 加密集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